台股的多头气势强劲 贵买更是连巴掌 这次的创下新高 涨多的个股虽然有回档休息 但在族群快速轮动的状况之下 资金转进了落后补涨股 其中呢 尤其是金融股成为了近期盘面的新宠儿 今天成为他分析师要来分享 还有哪一些的金融股补涨行情可期 跟着台股一起赚到最高点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和炒店 股市和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位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台股已经要上万八了 我们当然要邀请到的是 陈维泰分析师 维泰哥你好 诗位好大家好 为什么要这样 七七啊 因为今天台股上涨了77点 而且这也是我最爱的球员 您安可的球号 所以我记得77号 安可大号是3615谢谢 对他也是一支股票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主题的部分 要来跟大家聊到了 台股涨不停 其中呢 贵买先创高了 创下了十年以来的新高点 非常的恭喜贵买的中小型股 另外台股的内股不停的在轮动 卖掉已经涨高的个股来买低基期的股票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赚更多呢 还有陈维泰分析师要来告诉你 站在风口上连银行股也会飞哦 哪一些的金融股启动了补涨行情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好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今天开盘之后是在平盘之上震荡 最终呢是说在今天的最高点17841点 上涨了77点涨幅则是0.4% 成交量呢则是3946亿 看到画面上面台股已经是连五根的红黑了 而今天上涨靠的是谁呢 除了有昨天强势今天依旧非常强势的金融股之外呢 今天面板股哦 也扬眉吐气一举努力的上攻了 友达在盘中呢也一度的来到涨停板 另外呢还要看到的是联发科 联发科呢今天呢大涨了5% 持续的维持了千金股非常稳定的地位 也带动了整个IC设计族群的上涨 另外呢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贵买呢今天呢涨幅是0.6% 已经是连续8根的红黑了 成交量维持在1212亿 收在了今天10年来的新高点 225.48点 好这边要请教一下维泰哥了 是 我不能免俗还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台股明天就剩下一天的交易日咯 有机会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就功高吗 明天会功高 那距离18000点是160点左右 那要大涨160点必须要有全资股 在这边去做一个表率 所以刚刚世卫所提到的 不管是联发科或者是金融股 甚至说久久没有发动的传承权股股 只要他明天有任何一个族群 有比较整齐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价权指数就有机会在11月底之前 往上挑战万八 那我们今天的标题呢 有跟大家讲到的是卖高买低哦 因为现在很多的标股都已经涨高高了 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一些的建议 就是说对于这些已经涨高的个股 还有在相对低基期 但是蓄势代发 蠢蠢欲动的低基期的这些标股 也可以请维太哥给一些操作的建议呢 好的确我们现在看到在整个加权指数 看起来是在万八之前 去做一个所谓的类似关钱整理的一个架构 那尤其是一些相对已经涨多的个股 这边看起来有一点点获利回土的卖压产生 所以就像刚刚世卫所提到的 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的确是比较适合去做一个换股操作 怎么样换股呢 就是把高位阶的股票 去做一个获利了结动作 然后呢把这个资金拉出来 去布局一些还没有涨到的 我们所谓的落后补涨股的一个部分 那事实上呢 现在也真的有非常多的落后的补涨股 他们都是属于机油股 例如说像台达电 它的一个股价还在低档 去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甚至最近比较强的像是 儿四五四联发科 他们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 都没有什么表现 那么在这个月开始做表现 你太客气了 不是过去这一个月 过去这一年来 联发科都蛮委屈的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在 它就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落后补涨股的 一个代表指标 所以我觉得我蛮赞同 就现在相对高档的个股呢 先去做一个调节 然后把资金抽出来 去布局机油股的 而且是位阶比较低的相关个股 好 那另外我们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贵买呢已经是连续8根的红K了 我们刚刚一直有跟大家讲到 肋骨轮动 你知道今天讲最多的 其实是造纸族群 另外生技族群今天也都上涨了 当然各自有不同的一个题材 那像这样子一个肋骨轮动的状况之下 薇泰哥有没有一些要特别留意的部分 好肋骨轮动 当然其实在短信上面来讲 如果是低档往上去就走高了 最好是能够看到它有连续性攻击的买盘 像面板股吗 类似这样子 或者是说像今天看到造纸股的部分 今天都是出现低跟往上做走高 所以在明天特别观察到 就是这些在今天往上做走高的这些 所谓的落后补障股 明天是不是有机会出现续工 那面板股就不用讲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认为说面板股已经在这边已经落底 为什么 因为最坏时间已经过去了 当时我们提到像是面板酸股的部分 其实当时也看到了外资 或者是投信都站在买方了 所以当时也跟大家报告说 这个地方其实面板股都暂时不要去做沙滴 对 我记得印象超深刻的 而且你还有讲到驱动IC也是啊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片头的动作是这个 老虎 面板双虎的部分 对 其实友达也一度的涨停 非常的恭喜 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了 今天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97亿 外资则是转为买方 扩大了买超的幅度来到101亿 而且呢 土洋的操作方向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 卖超则是卖的星星 华夏 联电 中钢以及亚聚 我们来看到今天主题要来告诉大家 金融股也有补涨行情 但是要做对时机哦 我们等会呢有请陈维泰分析师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很多投资朋友最喜欢的就是金融股了 陈维泰分析师 维泰哥 嗨 四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讲一下金融股 现在的一个现况好吗 讲到金融股哦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 啊 涨到金融股了 金融股不都是最后一棒吗 陌生段就才涨到金融股 很多都有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今天我跟大家特别报告这一点 好 我觉得为什么金融股 它都常会被人家认定是最后一棒 那是因为我们台湾投资人的习惯 你在进入股票市场的时候 通常你都会先选什么 电子股嘛 80%人都会先选电子股 电子股选完之后 哎 油料不错 航运股不错 这个钢铁股不错 要跑去买什么 就跑去买这个传产 所以怎么选怎么选 都不太会选到金融股 所以为什么金融股 它往往都是被人家当作最后一棒 不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他的习惯是这样 并不是金融股不好 对 可是没办法 因为电子一向是我们台湾 最着重的一个产业 但不要忘记金融股 也是具有涨势的 其实我们应该先看一下 下一页的部分 是可以看得到金融指数 目前呈现多方的排列 而且这不是维太哥讲的 我才发现呢 我的妈 对 其实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有很多 中文小型电子股 它其实没有很实质的基本面 但股价标的跟什么一样 对 通常这种所谓没有题材 跟基本面的一个个股 它敢标 一定是后面有靠山 就是指数的部分一定是没有问题 它才敢去标 主力才敢去拉 那我们去观察到这一次的指数 最主要的推手其实就是金融股 就刚刚看到了 金融股这边其实它的这个 金融指数的一个移动平均线 是属于多方排列 而且是五日 十日 二十日 甚至包括像季线都全部翻扬向上 这就是一个多头排列的一种组合 而且是连续七根的红K 一路的上去 是直直往上的 对 所以说在金融指数 都能够看到如此强劲的一个 多方排列的话 那么金融股才是这一波行情的 真正的主角 支撑大盘指数的一个主角 换句话说只要金融股的指数 并没有说出现大幅度的一个回落 我个人认为在指数的部分 都还有机会去往上去做走高 所以我们在上一段 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说其实往上挑战 一万八并不是不可能 只要金融股它能够顶住 我认为一万八指日可待 好 那另外我们再回来 看到上一页的部分 要跟大家讲到的是 填全息变成金融股的趋势 这什么意思 好 在过去按照我们的经验 通常金融股它在除完全息之后 通常都会经历一季 或者是两季的贴拳跟贴息的表现 然后一直要到隔年的第一季 才开始慢慢慢慢有出现这种 陆续填息的一个态势 那个缺口才慢慢补起来 对 没错 可是今年我发现不太一样 有些金融股它是股价拉拉拉拉 拉到相对高档 除完全息之后 竟然能够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就完全的去做一个填全跟填息的动作 看若两人跟过往的金融股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今年的这个填全息 已经看起来是成为金融股的一个趋势 已经有不少的金融股 已经完全去做填息了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做报告 那如果说金融股的填全或者是填息 会成为趋势的话 那么这些还没有去进行填全跟填息的 金融股就有补涨行情可以期待 为什么金融股这么样的强 这一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了看到现在它属于多头的走势之外呢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几只领头羊的部分 首先先来看到的是赵峰基 可以看得到在画面最左边 7月下旬的时候呢 8月左右赵峰基才刚除全息 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隔没几天马上填满 对赵峰基是我的这个选股清单里面的 金融股里面的第一档 长丁股 因为每年的配息都非常的稳定 殖利率也非常非常的好 大概都在5个%上下 重点是它几乎每一年都能够填息 只是它今年填息的状况让我特别的惊讶 就像刚刚四位所说的 它在7月底的时候去进行这个除息 可是很快到9月份就完完全全进做一个填息的动作 大概就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重点是它填完息之后股价没有回 还持续往上涨 涨到今天为止还算破绽新高 那赵峰基又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关股银行的一个指标 对对对对 那关股银行的指标 直接往上做走高 难道不能够稍微有点联想 政府是不是还在积极做多 OK好 这个呢到底为什么金融股这么强 等会韦泰哥会帮大家分析几个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几个领头羊它填全息的速度有多快 赵峰基花了快一个月 那下面的部分要看到是中信金的部分 中信金也是在今年的7月中7月底 进行除全息 然后股价也是在大概9月份之前 就完全去做一个填全息的动作 而且呢一样它填完全息之后 它的股价都没有跌 休息了一个月又再往上做走高 今天的股价再度创下破端性新高 上一个呢是国泰基的部分 国泰基的除全息时间 跟人家不太一样 看到是在9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那个跳空的黑K 就是它的除全息的部分 对 国泰基的除全息时间 在9月中到9月底的时间点 可是呢一样大概就在一个月之内 它的股价就完全去进行 填全跟填洗 那么国泰基又是我们今年 累计1到10月份的获利王 对啊 它跟富邦金 每次都两个人在比赛 到底谁会赚钱谁获利比较高 所以其实这个好的一个公司 能够快速的填息 而且甚至在今天还看到它的股价 再度创下破端性新高 就代表这个市场上面 其实一直在关注 这一个获利很不错的一个族群 好 那接下来我要问 韦太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很多的散户跟投资朋友都说 你现在在讲填全息 可是我以为金融股在选择的时候 都要以哪一个的殖利率最高为主 那我们到底是要找很快可以填全息的 还是要找高殖利率的 还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要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金融股在这两年 有什么样重大的改变 我们要请韦太哥来跟大家做说明 好 如果说殖利率越高的 它的除息的缺口就越大 所以如果说你挑太高殖利率的话 当然它的一个马上要去做个 填全跟填息的一个动作 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希望你选择的一个股票 是快速填息的话 对 殖利率不要太高 就是不要超过5% 那如果说有些个股像中信金或玉山金 他们同时有配息 也同时有配股票 那它的这个除填息缺口就会比较大 那它往上去做填息的时间也会拉长 OK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则 那金融股会成为目前 盘面上面的主流的三个原因 我个人归纳出来 好 第一个 金融股今年获利非常亮眼 对 几乎所有金融股 包括银行股 包括金贡 甚至包括受险什么的 都比去年还要成长 全都赚 而且超赚 尤其是受险的部分 赚很多 好像有报纸报导说 好像只有三家金融相关的机构 没有赚赢去年 我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邮政 邮局不一样啦 邮局比较特殊一点 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它是以服务为主要的 对对对 好 再来第二个 为什么金融股这么多法人会去做抢劲 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联准会对于明年底的一个升息 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确定 所以在升息预期之下 那么推升的市场上面的一个买盘 那在美股部分的金融股 是不是也是跟着上涨呢 在预期升息之下 美股其实也有 但是它的涨幅 并没有像科技股 这么样的强势 OK 好 另外最后一点是 也预期明年的配息会优于今年 对啊 因为如果说今年的获利 比去年大幅度成长 那如果说同样的一个配息比率的话 那么我所拿到的这个股息 是不是会比今年还要多 对 那在这样的预期之下 当然以现在的价格来看 就是便宜嘛 所以大家就在这个时间点先去做卡位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赵峰金 中信金跟国泰金 他们都是在填全息之后 股价还创下历史新高哦 那等会呢 接下来要看的是 还没有填全息的股票 那也就是大家可以积极的 赶快先来布局的 首先呢第一支呢 我们要先来看到的是远东营 对 其实呢 我们在讲金融类股 大概分成三大区块 就是包括像是保险 包括像银行 甚至包括像证券 OK好 那银行股呢 基本上过去市场上面的股性 并没有这么的活泼 那就算有法人会去做一个买超 金融股的部分 也都会优先 会以金控股为主 是 所以银行股 基本上它的一个获利数字 很好 没有错 可是股价基本上都是属于落后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远东营 它在今年的九月中 做一个除息之后 股价跳了下来 可是一样都没有出现 很明显的贴拳跟贴息的动作 对 那股价在这三天 也悄悄开始往上做走高 就符合了我们刚刚所说的 现在金融股 它正在朝向 填悬跟填息的一个趋势 所以目前没有去完全做填息的这些金融股 都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 下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中营 台中营我们晚了一步 因为它今天创的历史新高了 我在做资料的时候是昨天 昨天其实台中营它还没有去填息 但代表维泰哥眼光很精准啊 其实我们有抓到就是金融股 它接下来就是会每一档都会朝填息之路迈进 所以我们赶快帮大家去找一些 就是还没有填全息的股票 希望大家能够赚到这一波的趋势 那台中营今天往上做一个走高 也顺利去做一个填息的动作 好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汽营 也是一样的情形 今天呢也是填补了缺口 而且创下历史新高 昨天其实还没有填哦 但今天就往上填了 那往上填 这目前看起来可以发现到 它的股价似乎才刚刚要出现起涨的感觉 对啊 我好少看到那个银行股 会出现这种突然平地一声雷的感觉 往大幅的凸起 所以代表最近金融股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你看台汽营它的胆价 才10块钱 也就是 像这种都是属于股价9999 都是低于净值的 那像这种个股 如果说获利数字很不错 又有成长 那这种就是很 就是有很高很高的几率 会会出现这种所谓落后不涨 OK好 那台汽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证券的部分 统一证 对 我觉得证券股 普遍来讲到今年为止 股价都委屈 为什么 因为今年其实上半年有看到成交量 6000亿的成交量 超夸张的 5000亿6000亿 在今年上半年都是算常态 对 然后现在你看到今天成交量虽然说稍微少一点点 也接近4000亿 对 那你看到成交量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证券业者应该都赚饱饱吧 对啊 所以其实你看到像在统一证股价它在除息之后股价在低档去做打底 对 看起来有点像是类似所谓的头肩底的一个味道在 那现在股价又往上去悄悄的突破了季线 甚至月均线 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都往上翻扬的态势 像这种底部形态很明显的 我都觉得它接下来都有机会去进行填息动作 OK好 下一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元大金 讲到证券股 大家不能够忽略就是目前在国内市占率最大的元大证券 是的 OK 那目前看起来也是一样它在今年7月份去做一个除息之后 股价也还没有去做一个填息动作 那现在股价也是刚刚好往上要去做一个突破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的一个期待 接下来有可能会做一个完全填息的表现 韦泰哥金融股都一定会填息吧 我个人认为按照过去的经验是 再加上现在的它的基本面比去年好转很多 那明年它又有这个所谓升息题材 所以在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发展上是向上发展情况之下 按照股票市场的一个运作填息应该是常态 好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则是群益证 对 我用这一家交易了啦 对 好 那看起来应该是交易蛮多的 不然它股价怎么会往上涨 一定是业绩很好对不对 我不晓得朋友带我去开户我就开户了 思维贡献不少 好 那目前看起来群益证的股价 它已经比刚刚的统育症 甚至比元大金 活泼很多对不对 而且股价已经往上冲出去一段了 对啊 这群益证也是在翻扬的这个角度 非常的陡峭 类似这种股票呢 我都觉得它填息应该也迟早的事情 OK 好 下面档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康和证券 对 康和证也是属于小额美的一个券商 目前它的股价也在低档 打完底就往上就走高 那这也是十几块钱的股票 不管你是商班族或是小资族 我觉得这些各股都可以 一张一万多块都是 两万多块都是 你稍微努力存个钱 可以来负担得起的 就少喝一杯星巴克 少喝一杯珍奶 搞不好就存下来 而且这也适合心脏 比较小颗的投资人对不对 如果你比较害怕 电子股的一些高风险的话 相对来讲金融股比较稳健保守 OK 好 下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期货的部分了 颜大齐 对 事实上在期经相关的个股 他们因为股本小 他们的EPS的一个表现 基本上都比证据股要好一些 所以看到像这个 不管是颜大齐 或者是群益齐 它的股价比较高 原因是因为它的EPS比较高 OK 我看到颜大齐 这边也是除完息之后股价 几乎没有动 在这边横盘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 都在49块钱附近 然后这两天开始往上做一个突破 OK 有点起涨的暗示 OK 颜大齐的部分 对 相依党我们最后来看到是群益齐 对 群益齐也是在国内算是 这个非常积极的一家旗金公司 那目前它也是除完息之后 在这边大概打了三个月到四个月的一个底部 那最近的股价也开始往上压 就走高的样子 OK 好 那我要问一下维泰哥最后来帮我们做一个小的总结 如果我们要来看这些准备要填全息的金融股的话 在操作上面在等待的耐心上面 时间上面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好 目前看起来呢 我刚刚已经看完大概所有的这个金融股 大概都看过了 目前来讲我认为其实位阶最低最没有涨到的就是证券股 而且是你看到像这个成交量一直会持到4000以上下 我觉得证券股它的今年获益数是应该还不错 对啊 因为台股都要上万八了 所以我觉得证券股是可以第一个做优先的 然后第二个是银行股的部分 银行股呢就比较适合你真的是想要去做定存股的朋友 而且银行股它的获利数字都还算蛮稳定的 不管是远东营或联邦营甚至包括金城营 这种银行股或台中营等等 他们的获利数都还算蛮稳定 所以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喜欢定存类型的投资朋友 是 好 以上的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维泰哥 接下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了 QA 要来看到的是第一题 友达跟群创套了四个月 最近表现不错 友达今天盘中一度涨停 还有机会吗 我认为当然是有 尤其可以观察到今天其实面板股 还是法兰买超第一 所以我觉得在法兰回头去做买超情况之下 它的底细目前看起来又是这么样的扎实 我个人认为它的股价应该都还有往上去做表现的空间 好 下面是群创 群创也是外资跟投信琢磨蛮多 对 那不过可惜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因为其实其实群创有这个所谓的奇美集团 事故的一个消息 所以可能会导致它的筹码会稍微比友达稍微乱一点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 但是如果说就整个获利数字来看 直接群创的获利数字 它的毛利率啊或什么的 基本上它也不输友达 所以这项长的个股应该是一样好 好 下一题要来看到是加世达的董事长说 明年的消费市场会转弱库存的问题会浮现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积极的在抢短料的部分 这将会是电子的警讯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需求面的部分 应该并没有说出现转弱 大家拿不到或是因为上游的原材料不足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出货 所以这边所谓的库存应该算是半成品 在会计准则里面 基本上半成品算是库存 但是半成品它在这些所谓视为库存 等到它的一个原材料 它的缺掉问题解决之后 这些库存就会卖出去 然后库存数字就会降低 所以我倒不认为说 在明年所谓消费性电子的部分 会有出现非常大的返转讯号 好 另外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要来看到压轴来了 天狱敦泰跟西创 是超级被低估吗 本益底低 但是营收也一直都在高峰 毛利率也越来越好了 维泰哥怎么看呢 对 其实在Driver IC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前一两个礼拜吧 就跟大家分享过说 包括像天狱啦 你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深刻 你说没有卖的就不要再卖了 对 你说没有卖就不要再卖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在网友问的 就是现在它的当时本益比 是很低的 是啊 有些都不到10倍 那不到10倍本益比 如果说它营收数字 还是持续维持高档 那干嘛要卖呢 而且你看像天狱 它在10月中的时候 175块 现在已经来到275块左右了 一个月涨幅惊人 对 所以像现在这种所谓 Driver IC相关的个股 不管是天狱 敦泰 细创 甚至包括像是莲永 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这些个股都是往上做的走高 那既然它还在持续往上做走高 那么我觉得持股就应该先做虚报 好 下一档是敦泰 敦泰看起来好像相对的比较弱一点点 就是它涨幅相对没有刚刚天狱这么强 这么强 对 对没有错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 如果说整个Driver IC的一个市况 这个缺料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话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它在整个的一个数字 包括像是获利数字 或者是营收的部分 我认为在明年第一季之前 应该都还是值得期待 好 下一档我们要看到是细创 细创相较来讲 也是比敦泰在强势一点 对 那这几档 我觉得在位阶上都差不多 那我觉得就是看投资朋友 可能进一步去筛选一下 他们的一个筹码面的一个表现 OK 以上是今天回答大家的问题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非常的谢谢大家支持 股市热炒店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帮我们 订阅 按赞 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股市热炒店的 YouTube频道上面按赞 不是 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来帮我们 按赞 订阅 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 为什么我最后有点粗彩NG 是因为呢市场上面有传言 如果大家投资朋友 想要看维胎哥唱歌的话 就要看股市热炒店 很有名耶 赶快最后来帮我们 唱个叶祁田的爱拼加一扬 来帮台股加油一下 爱拼加一扬 是不是 对啊 一句就好 爱拼加一扬 谢谢维胎哥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